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泰国的最南端 也就是马来西亚的最北端 泰马两国的交界处 Dannok 这里曾经是马来西亚的领土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泰国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泰国人呢 都不知道Dannok 但是 马来西亚的男人一定知道 Dannok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多 很厉害的观光景点 但是呢 我不是很方便在这里讲 只要靠你们自己 靠你们自己深入去探索 但是只要你们头脑 可以想到的东西呢 这里全部都有 谁叫这里是泰国 诶 不要走 不要走不要走 狗狗来了 狗狗来了不要走 比如你可以去拜佛拜神 吃遍泰国的地道美食 喝奶茶 喝大大利的 椰子 买各种超级便宜的土产 本地或外国货都有 你还可以随时随地 坐在路边抽大 大大的雪茄 然后到了晚上呢 你可以去各种不同 类型的夜店 有赖泡场 跳舞场 吊花场 摇头场 恋爱场 你要在这里谈一场 刻骨明星的初恋都可以 在这里最出名的呢 还有按摩 按脚 按身体 态势 中式 全部都有 全部都很便宜 但偶尔你会遇到一些 不一按的 不过不用紧 因为听说不一按的 更开心 有人讲 Dannok是马来西亚的后宫 是别人讲的 不是我讲的 大家有听说过 后宫家力3000 但如果你来到Dannok呢 你就会发现 家力大概2000到8000都有 从西马要来Dannok的朋友呢 只要上南北大道highway 一路驾车 飘向北方拉到底 到了Buketgayu一趟海关 Job Passport 过海关到泰国 你第一个到的地方 就是Dannok 连转车都不用 非常方便 如果从外国来的朋友呢 只要搭飞机到曼谷 然后转机到河爱机场 下了飞机 随便叫一台taxi 或者bus 一个小时内 就可以到Dannok了 Dannok这里的住宿呢 都非常经济实惠 大概从800到1800泰铢都有 不过首选呢 肯定是最新 最舒服 最美的4896 Theatre Hotel 一个以美式 复古新闻为主题的Hotel 我每次在Dannok做工的时候呢 一定要住这里的 因为这里有舒服的房间 还有顶级的服务 旁边都是各种商店和娱乐场所 非常方便 如果你在4896 Hotel 遇到我的话呢 千万不要叫我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比较忙 从半夜做到白天 整个就会很累 Darling I'm hung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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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的同事 OK 我们现在在meeting 你看得出来吗 麻烦你出去 我们在 欸不要 不要看 我的同事 我们在meeting 不要乱乱讲啊 OK Bye Bye Bye